经管局表示,转述快将于下月19日,凌晨1时至上午11时进行系统迁移 期间转述快将会暂停提供服务,对所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经管局指,经过本月14日顺利完成系统测试 即将进行的系统迁移及提升,应需较少时间完成 为谨慎起见,转述快暂停提供服务的时段会与上次相弱 以预留充足时间处理任何不可预见的情况 于计划的系统迁移时段期间 所有转述快服务,包括实时资金转账及登记转述快账户代号均会暂停 经管局又指,已要求银行和处置支付工具营运商 预早急事时通知客户相关安排 市民可以联络其银行或处置支付工具营运商 查询在系统迁移时段内受影响的转述快服务详情 如有需要,市民可以预先就脚付做出安排 可得可知名的人 需要带可知名的人 之后,市民可以预先做出安排 可行元 已尽量的情况 要不可预 Jared 不可预理